接下来咱们看这种情况 比如这一课 这是己四日 己是位图 对吧 我们看位上见什么 位上见身 身上呢 身上见有 四上呢 四上见五火 五上见位 对吧 然后我们看四个上下 没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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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摇刻 也没有 就是你上下也没有刻 摇刻也没有刻 我们把这种情况下 怎么怎么处理三船呢 我们就取卯星法 什么叫卯星啊 卯星就是有 有的本家 中就含有卯星 我们知道西游记当中 有一个大公鸡叫卯日星官 卯日星官 它就是大公鸡 所以说就是这个有吗 就是这个有 因为这个有 它也是白虎的本家 对吧 前面 南面 猪雀 玄武 青龙 白虎 白虎是什么 听着名字 它也是吃人的 它也是 矛盾 消杀的 之前说过金主 消杀吗 杀戮 所以说 既然都没有刻了 这个东西很隐晦 我们就从杀机处 找矛盾 就看有 那怎么看呢 就是阴日 比如几日 阴日 就看有下 从有下 取用神 我们看这个有在这 是吧 有下 是不是 生呢 那么生 就是用神 发用 那么中末船呢 中末船 是不是 还是取身上的阴神呢 身上的阴神又成有了 不 我们不这么取 只出船 取有下 中末船怎么取 阴日啊 阴日 先取杆上 然后末船 取之上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上下 也没有刻 斜着也没有 这是阳日 阳日呢 我们就取有的上神 容易理解吗 阳 主上 就取有的上神 就是虚 虚在这里 那么中船呢 中船就取之上 末船就取杆上 也就是说 中末船 正好是杆之颠倒 中船 阳日就先取杆 阳日就先取之 阴日就先取杆 然后末船再反过来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